要不要解封 解封之后又要如何防疫呢 是现在国际间所要面临的最关键问题 以日前在台湾南部就读大学的日本女留学生来说 她回到日本之后就被认定是确诊病患 也让台湾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扩大筛检数量的声音又起 另外就是原本交流密切地区 比如说您所看到的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好了 想要恢复人流跟经贸的往来 当然必须要赶紧地划出一条防线来 而现在香港就在准备说要推出与大陆还有澳门互认的健康码 但是不是真的能够万无一失呢 来看报道 台湾的检验数目确实不够多 那尤其是最近检验数目是一直在下降 韩国的话基本上两个病例 它就可以塞到两万个接触者 这代表连临床医师都不太做检验 那这个是有点危险 所以这一个月接触的人 怎么可能只有123个 对于接触者应该是扩大权势 不该这么严谨的权势 给国外的印象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个在照数据的国家 日籍女学生确诊 引发许多国人心中的疑问 日本女学生来台生活4个月 只匡列123名的接触者 时间再往前推 盘石建群聚 官兵下船两天的空窗期 接触者和家人朋友是1863位 酒店女公关身份特殊 接触者也才123位 匡列的确实相当精准 首先厘清 在台湾CT值要低于35才是阳性 低于32到33 病毒量算很高 在日本CT值低于38就算阳性 日本女学生回日本 验出了37.38才会被算确诊 再来有没有可能女学生是伪阴性 也就是她代元 但检测出来是阴性 抑或女学生是无症状感染者 何谓无症状 分两种 一种病症还会发出来 医生称之为潜伏者 一种潜伏期到了 病人还是没有症状 这个时候她是处于感染的后期 传播率会远远低于潜伏期 新冠病毒太狡猾 难怪专家都表示 要高度重视无症状感染者 出门戴口罩 出行不去人多处 对自己尽责 也对他人负责 这也就是为什么 北京要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因为6月有28例 都是在集中隔离14天后才确诊 甚至引领北京新发地的经营人员 返回浙江 前四次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第五次做谈标本才出现了阳性 显示单纯做核酸检测 还是会有遗漏 新冠病毒的隐身数 大大超越人类的想象 日本民众UniClo店外 排队买两杆布口罩 6月下旬 他们已经开始迎接越南 泰国 澳洲 及纽西兰四国的游客 新加坡现在进入松坊的第二阶段 睽違近三个月 民众终于可以上健身房 到餐厅用餐 泰国也进入第四阶段的解封 除了夜店等高危险的场所 几乎所有行业都重新开放 是的 各国都很希望有观光客 目前各国因应疫情的措施 台湾是入境有症状者 商务客短期停留 能缩短居家检疫的天数 日本针对87个感染风险国家的旅游室 要求入境筛检 韩国则是全部都得筛检 纽西兰 新加坡虽没有入境就筛 但隔离期间要筛检 其中新加坡的筛检费用需要自掏腰包 镜头转到香港 王太太的女儿不到两岁 以前先生每星期往返深圳和香港工作 自从实施强制检疫后 半年来他们只能视讯通话 另一个case 廖小姐 70岁的父亲在大陆 上个月父亲肺癌末期 廖小姐担心去大陆先隔离14天 回香港又隔离14天 总共28天 没人照顾刚复刻的儿子 只好靠电话进销道 为此香港政府在疫情缓和后 将推出能和大陆和澳门 三地互相认证的健康码 放宽跨境限制 只要港民在指定机构检测呈阴性 资料会被上传到政府指定的网站 产生属于自己的健康码 再以此申请澳门健康码或广东月康码 往来澳门跟广东省 便不需要再强制检疫14天 第一阶段将优先开放给公务或商务人士 限额一周两到三千人 至于配偶和跨境家庭能否涵盖 以及费用多少仍在讨论 澳门可以做到七十几元 百几元 二十二百几元 深圳都是 但为何我们香港要这么贵呢 目前澳门健康码和广东的月康码 互认系统已经启用 如今香港和北京的疫情逐渐缓和 和大陆商务往来较多的香港 近期也将加入健康码行列